嘩,是甚麼來的? 我只不過掃它,它也不會掉的 對呀,按它也會升起 這個呢,是甚麼來的?按多少都會升起 還趕著,待會再說 按好了 我們今天來到一個新的座教,許小姐 我們會繼續回上課的事情 我們上課講到磁力,想問同學 日常生活和就你所知,有甚麼關於磁力的例子 是嗎?你打 磁口列車 對呀,跟今天說的事情差不多 還有沒有同學答? 我知道,我知道 同學你答吧 還有磁法鞋墊 沒錯,今天就是想說有關磁法鞋墊的運作原理 和它的優勝之處 而為何我會考慮得對呀? 就是因為磁法鞋墊和磁力車的運作原理差不多 都是用同極相似的運作原理 那同學你們有知不知道磁法鞋墊的運作原理是甚麼呢? 我知道,我知道,可以出來磁法嗎? 可以 鞋墊是用同極相似的運作原理 用鞋和鞋墊的運作原理 就是這樣 另外鞋底和鞋墊也用了橡膠去吸震 亦希望透過這個橡膠去減輕膝頭的負擔 不知道合不合嗎? 沒錯 同學,回合 好 好 那你們有知不知道這個磁法鞋墊為何會給它研發嗎? 我知道,我知道 好,你答 現在長者的膝頭鞋露選情況很嚴重 而學生每天都要背著尋重的書包 可以增加他們膝頭鞋的負擔 另外還有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例如長時間站在那裡的銷售員、老師等等 他們研發這個產品 就是希望減輕他們膝頭鞋的壓力 沒錯 這就是這個鞋墊的愉快原因 也希望可以透過這個作品 去將科技療程生活 給不同有需要的人士 輕鬆走出每一步 不會因為這麼小的問題 影響他們的常生活或行動 前方的鞋墊正正就是針對膝頭鞋露選的問題 令他們面對這些活動都可以簡輕痛楚 長期走路同站的人 他們的膝頭鞋都需要符合身體的體重 而每一步的振動都會帶來相當痛楚 研發者都希望透過這個作品 可以減輕人物膝頭鞋的壓力 除此以外 研發者都想以滿足對象最優先需求和主持目的 令他們的行動舒適和安全 每人家的膝蓋和爭關節比較出弱 所以要穿著舒適的鞋和鞋墊 會減少疼痛和不適感 持續下電可以提供舒適的支撐和補充 令老年人感到放鬆和舒適 持續下電可以提供舒適安全適用和有效的效果 會滿足路面人最優心的需求 讓人們診一下 因為一些顏色的心車 打開 充… 感谢观看